晚上好 我是六甲学院的前端工程师 我是瑞 那也是今天的主持人 那我们最近的进程活动 主要是RefurM2的活动 那今天已经到了RefurM2的第二周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会是JQuery也可以做到的互动效果 那老师呢 也有提供他的相关经历 那也有老师其实也是前一届的 前端评审啊 然后也是Angle Taiwan社区官员 那听众的下面也有老师的脸书跟Blog 那老师呢 在下面也有相关的做出跟课程 还有相关的一些资讯 你都可以看 那今天的大纲呢 也都有提供在下面了 那老师呢 会尽可能的将一些技术观念 制作动画的一些技术观念都带给你 希望能让你做第一周 或是不论后二三周 都可以比较顺一点 那下面呢 我们有一个相关点解 那相关点解里面有一个side问答区 那这问答区呢 只要你今天听完之后有任何问题 你就尽可能的将你的问题统一放到side上面 那这边呢 我们会建议你 请不要针对问题 点个赞 这个赞会影响问题的顺序 会让老师不好回复啊 那可以的话 尽量在你有问题 就尽量赶快早点提出 不要留到最后 因为如果问题太多的时候呢 我会做一下问题截止 好吗 这一点稍微帮我注意一下 好 那我们这边来介绍一下 我们这一周 来我滑到下面 滑到官网的下方 我们的第二周呢 是的主题是今晚我想来点点签 然后出题的厂商呢 是凯电行动科技 那今天呢 他们也有准备简报 那我也是来去分享给大家 那刚刚有提到 这周的主题厂商呢 是凯电行动科技 那关于呢凯电行动科技的话 他们是成立在2009年啊 他们在台南哦 我是在南部的 有没有台南的同学啊 你在台南呢 帮我一下加一 那如果你在北部的话 就啊 可能你在其他地方的 例如说北部高雄 帮我一下加二 那你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台南的同学啊 好 那他本身呢 全球有六个据点 你可以看到蛮多的 主要据点呢 有台南 台北 是不是 如果你在台北 你就会有 也会有机会 那还有长沙 北京 美国加州 日本 东京 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啊 一个跨国企业 那员工呢 已经破300了 毕竟那么多人了 你看照片 其实还蛮多人的 超多人的 好 那么呢 他们主要是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是一个国际化的 软体服务厂商 那他们主要是 致力于打造 就是行动工作的解决方案 例如说 像是提供点子签名啊 电子签名 对不起 文件管理 还有数位 数位内容创作等工具 那可能有些人 有用过他们的系统 也就是点点钱 好 或者有些 公司已经有着用了 我记得我们自己 我以前的公司没有用过 我是后来才知道 有这个东西 它真的蛮好用的 在做电子签名 真的很好用 然后接下来 他们凯电的用户分布 主要其实是 遍布全 全球都有 而且这还是 截至到 2021年的 第三季的数据 其实真的蛮多 尤其北美洲 跟亚洲地区 真的蛮多人的 就是他们真的 这个服务真的蛮好用的 好 那么呢 其中凯电呢 也有上 上 等一下我喝个水 好 也有陆选杂志 好 它是全球十大 最佳的暖体公司 好 最佳 十大暖体公司 那本身呢 也有 完成了 4.5亿的 逼人募资 那也有获得 台美日韩的 投资基金 所以你看 这样赞 对不对 是不是天心 更想要加入呢 然后他们也是 新创品牌的 九大指标线的 新创公司之一 也是属于 新创公司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蛮多 新创的模范 都在这边 包团跟 好 这些都是 属于新创的 好 那我们再往下 那他们目前呢 的产品 已经累积到 全球两亿下载制 然后总共 1000万以上的 会员 其实真的蛮多的 非常多 那他们的服务 就比如说 PDF的暖体 这一套 我其实我有用 这一套 我就是觉得 超用的 我自己也有用 然后后面这一套 我自己是 没有 没有再使用 但我听我的朋友 他们是有 也有在用 其实他们服务 就是蛮常 身边的朋友 都用过 好 然后还有一些 快速做笔记的 Instagram 这个我就没有使用 这个我真的没有使用 然后接下来是 蛮最有名的 我自己也知道的 比较常听到的 就是点点签系统 这个 那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稍微秒一下就好 因为我怕等一下 时间不够 好 那其实呢 点签系统呢 你稍微看一下下面 其实他还有非常非常多企业 都有在用 不然可能你有在上的 好号呢 都有在使用 那其实下面这边 他都有提到 他在做什么事情 我自己觉得还不错 但我主要是主管他们在用 因为我自己比较少 去看到这个 比较少是就会用到这一个 好 那么呢 如果你对凯定有兴趣的话 这边有QR Code 好 这边有官网 脸书 以及招募网站 好 这边我稍微停个 五秒 让大家可以扫描好吗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稍微停个五秒 好 差不多了 好 关掉了 那么今天这一周就是 凯定行动科技 好 来去 出的题目 那大家如果对他们 有想加入的话 他们现在在我们的 呃 官网下方 也有提供了职缺 好 这边目前也有在招 暖底助理工程师 前端工程师 以及后端工程师 那我们前阵子 六角有去采访过他们 那如果你有兴趣 你想要多了解 他们的环境的话 你可以去我们的 官方部落格 那里面有凯定的介绍 对 那如果有兴趣 你可以多参考一下 好 目前截止到为止 我想问一下 大家应该 声音都OK吗 YouTube上面的同学 主要是YouTube那边 因为我刚刚看到 YouTube提示 传说有点问题 我想确定一下 YouTube那边的声音 OPPO OK 如果OK帮我加一 好 非常感谢 好 那这边时间也差不多了 就准备换轮分享了 所以我这边先结束 我的分享画面 然后接着结束 然后接着解除 Lio老师的精英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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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上好 有声音吗 有 OK 那这边就让 Lio老师分享啰 OK 画面也都有看到吗 OK 好 大家晚上好 就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人出席 比我想象中的多 真奇怪 我不要 只要不是分享一个的时候 人就会特别多 哎 哈哈 好 那今天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JQuery 也可以做到的 互动效果 其实 可能大家都知道 就是前端 Web页面的互动效果 基本上我们就是用 HTML CSS 跟JavaScript 来做到的 那 JQuery 这个框架 可能 有人觉得说 哎 对不起 不是框架 是Library JQuery 这个Library 它从 2006年 我刚接触它的时候 是2014年 到现在 都还 已经过去很久了 但是它其实在 我们的 前端的 世界上 其实还是有 不小的影响力 还是有不小的影响力 可以说再三个 十年 可能都 哎 可能没问题 那 其实今天不管你是用 JavaScript 还是JQuery 还是用其他的方式 其实对于 前端 这个 我们要做的互动效果 或者是动画来说呢 它都是一个 桥梁 它都是一个桥梁 不管你是用 JQuery 还是用 JavaScript 还是用其他的框架 其他方式去做到 其实都是 一样的 那 嗯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JQuery 他有一个 蛮大的好处 就是对新手 但刚入门的人来说 他是一个非常好 好记 好读 可以 非常快就学习到的 像我一开始在学的时候 我就是只记得一个口诀 叫做我的眼睛里只有钱 像是这样子 我们先 我自己也蛮习惯 用Jazz Bean 稍稍稍跟大家讲一下 我的眼睛里只有钱 这是口诀 我的眼睛里只有钱 我那时候刚开始学的时候 就是靠这个口诀 就是学会JQuery的 我一开始在学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 就是做网页前端的互动效果 专门做这件事情的 然后我的职责就是把 视觉设计师的 设计 实际上把它做成 一个互动的网页 用JQuery 所以在我还不会JavaScript的情况下 我其实是靠JQuery吃饭的 刚开始 我连Console Log都不知道的时候 虽然听起来 有点夸张 但其实对于新手来说 刚入门的人来说 其实画面上的互动 其实是还蛮重要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次会 选这主题的一个原因之一 不过对互动效果来说 我们还是要先知道一些 比较基本的东西 那当然相信 大家可能在六角 或者自己都有做一些研究 那今天我想要 先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 这些动画或者特效的案例 为什么要先跟大家分享这些呢 因为我觉得说 今天如果你想要去学习 尤其刚开始在这行 你想要学习的时候 其实最好的方式 就是看别人怎么做 然后你去模仿 或者是你去看他的code 这是前端的好处 就是你可以去看他的code 你去看他的程式码 看他到底怎么样 把这东西做出来的 我的第一份工作 我的第一份工作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去研究一个效果 一个动画 然后去把它做出来 所以我想要在这边 一开始的时候 先跟大家做这件事情 先跟大家分享说 如果你想要做一个 你想要学习 想要学习怎么样 做一个好的动画 或者好的效果 你其实可以去看别人怎么做 这会帮助你学习 那这边呢 我跟瑞 其实是瑞 瑞有帮我找一些 那我自己找了一下 我自己也选了一个 所以我们找了四个 我们找了四个动画效果 想要跟大家分享 然后一开始可能 我一开始本来是想要 就是直接照着这个 这几个案例 然后最后实作给大家看 不过后来呢 我有看到卡斯波 我看到卡斯波 分享了一个叫 包括梦卡牌的一个特效 我觉得很棒 酷和炫 所以最后的这个动画特效的 拆解跟实作 我会用这个sample来 用这个为例来示范给大家 怎么做 那那些之前找的 不要浪费 我就可以来 我挑了几个 比较特别或者是比较常见的 来跟大家分享 那这次其实我没有做 PowerPoint 因为我后来觉得说 因为我可能用PowerPoint 会切来切去 切来切去 我觉得可能会有点烦 因为今天这样 这门课会蛮多在 就是可能我会 带大家看一些东西 然后会 带大家 带大家 带大家看一些sample 所以我不想要用 投影片切来切去 我就把这些东西 我的 素材 整理 进这个 HackMD上 大家刚好 都有这个连接 就都可以看 算是帮你们整理好 之后想看都可以看 OK 那今天呢 我们先看第一个 比较酷炫一点的 我把它取名叫 3D放射 柱状物 因为它其实就是 很多个柱状物 然后呢 它会射一些 奇怪的东西出来 它不是一个 很常见的东西啦 没错 但是它是一个 蛮酷的 它跟今天会讲到的 一些主题 3D 有关系 它 它是 平常你不会看到 这样的动画 但是我是觉得 它蛮酷的 所以特别 跟大家分享 那它其实 因为Copan 其实也是 里面会有 蛮多范例的 我觉得蛮不错 那都可以看 它怎么做 它其实蛮特 其实如果你把它的 一些东西 就是注解掉 你会发现 它其实原理 并不难 只是它 这个 还蛮酷的 可能很多人 会觉得问号问号 那我觉得 不错啊 还蛮酷的 就是可以看到 一些比较特别东西 好 然后呢 这个就比较多 比较常见 这东西比较常见 这是一个 就是 它会有很多的气泡 圆圈 小圆圈圈 有各种size 大概有三个 然后呢 它就是慢慢 这样子浮动上来 这是一种 那有一种是 从上面掉下来的 例如说 你可能会看过 树叶啊 例如说你去 那个 旅游社的网站的时候 旅行团旅行社 旅行社的网站的时候 当到了一些什么季节 什么樱花季啊 日本樱花季什么的 你就会发现 他们可能会做一些 动画的特效是 从 这个背景 就一堆樱花花瓣 这样 它其实都是 用类似的方式去做的 就是 它生成很多东西 在画面上 然后透过一些设定 让它 从 有这种飘下来的感觉 或者是浮上去的感觉 或者是掉下来的感觉 像我记得有一关 同学 就有做一个 这种设计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像陨石这样子 掉下来的设计 就是就可以 就是用这种类似的方式 去做的 每一个 你可以设计 可能掉个三五十个 就好 然后 随机 三五个 size 然后调整 不同掉下来的秒数 以及位置 其实就可以做到 类似的效果 其实这都蛮常见的 这比较常见 比较正常一点 然后呢 夜空这个 它是一个比较 组合式的 它其实也不复杂 你看 就是有一个东西 一直掉下来 这是一种 就是它 有一个东西 一直掉下来 这是一个 一个效果 然后背景 它有一直在 背后在 横移这些 很像 看起来很像 猩猩的东西 其实这个 看起来 在 要去学习的时候 其实就 这东西就蛮好学 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 对 圣诞节下雪嘛 冬天的时候下雪 就类似下雨 OK 然后这是我 找的一个 我有时候 我在滑IG的时候 滑Instagram的时候 我也会看到 像 就是我也会看到 像这样的动画 就是也蛮多人 会在上面 PO一些效果的 像这一个 就是一个立体的 3D的 轮波 这后面 会教大家 不算会教大家 大家怎么做 但会 跟大家说 它为什么可以 做到这样 3D的效果 是怎么做出来的 好像有时候 你逛一逛 就会看到 像这种卡牌的 也是今天会 算是今天会讲到的 就是实际上 会演练给大家看的 它是怎么样 做到这种 翻牌的感觉的效果 其实 都还蛮简单 有时候 你看到 就是平常在 休闲活动的时候 或者是平常在逛的时候 你其实都可以逛 这些的 多逛一些Sample 然后多看一下 他人家怎么做的 你就会知道 哦 原来还可以这样做 因为 同样的东西 每个人做出来的 同样的效果 同样的效果 每个人做的方式 可能都不太一样 所以在这中间 你其实就可以 学到蛮多 小技巧 这是蛮有趣的 OK 好 这是关于 一开始想跟大家 分享的一些动画案例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 那当然还有很多啦 就是你在Copan上 都可以搜寻 然后或者是 平常大家在找的时候 都可以 都会找到蛮多的 那 有空 有兴趣 其实都可以多研究 是还蛮 蛮 是一个进步的方向 OK 好 那 看完这些动画之后 其实 相信一定很多人觉得说 我真的很想知道 怎么做的 那其实 有一些基础 我觉得大家可能 比较 需要知道 或者是说 当你要做一些 比较复杂 一点点的 效果的时候 或者是动画的时候 有 下面这两件事情 是我觉得 最重要 你一定要知道的事情 其实这两个都跟坐标 有相关 只是一个是2D 一个是3D 为此 我有特别 做了 两个范例 OK 第一个范例 它是这样子的 就是 我先把这个 关掉好了 好 蓝色是什么 红色是什么 哦 好 我想起来了 不好意思 有点失忆 呃 我 这样子好了 不要太 边边 好 呃 这边有 我只要做一件事情 很简单 给大家看 JOSQIA 我只要做一件事情 很简单 就是我去侦测 滑鼠 移入的事件 那这边有一个 框框 蓝色跟 这边是一个方形 那这边需要 想要让大家 他只 这会不会太小 放大一点 给他看 这样有比较大吗 这样 好 这样应该有比较大 OK 呃 这边有一个方形的 区域 然后呢 呃 这边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去侦测 滑鼠 移到这个区块 之后 它的一些 坐标的 应该说 跟坐标 相关的 数值的变动 哦 把它印在下面 让大家看 哦 那 这边想跟大家说 的是 呃 网页世界的 坐标 走 大家都知道 2D就是横轴位是X 然后直的 是Y 那一般坐标 轴是长这样子的 哎 好 呃 我看一下 可以画画 画画 画画 哦 太好了 一般大家知道 横轴是X 这种轴是Y 大概像这样 这种轴是Y 哎呀 错了 这种轴是Y 一般坐标 走是这样 对吧 所以呢 圆点00这边 这边是00 X是0 Y是0 一般是这样 但是呢 在网页不是这样 在网页 一样横轴是X 重轴是Y 但是重 但是呃 圆点的坐标 在这里 左上角 是圆点 这边是网页 呃 平面坐标的00 也就是 也就是X为0 Y为0的这个地方 OK 这个我们从这里 就可以看到出来 这边 是它的00 00 00 但是画不到啦 因为这个线上编辑机的关系会用不到 我们可以编编一点点 你过来一点点 这个是谁 好 嗯 嗯 好 过来一点点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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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你会看到的是 每一个 每一个 值 都不太一样 对不起 虽然我指标指到这一点的时候 但是每一个数值都会不太一样 这都是因为有一些设定的关系 我们有追他做一些 呃 呃 呃 偏移 例如说margin啊 例如说payting的关系 所以造成 他 看起来我滑鼠移到左上角的时候 但是他的X并不是0 但Y4哦 对吧 Y4接近0 像这样 OK 总而言之 想要跟大家说的是 一般的坐标走 圆点是中间 但是以 网页来说的话 他的坐标走 左上角 才是他的00 右边是正 左边是负 往下是正 往上是负 OK 那 为什么会 需要印这么多 呃 数值 有xy 有clinxy 有offsetxy 有screenxy 啊 就是希望大家在 呃 实作的时候 可能会踩到的雷 也就是说 大家可能比较有可能会觉得说 不知道错在哪里 为什么这样子 我的位置不对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有设置 我们有设定一些 呃 我们有一些设定导致的 那也有一部分是 呃 我们用错 数值 的关系 OK 怎么说呢 我把这个 开起来 对 呃 刚刚故意在 旁边设了他的margin OK 我们先看一下几个东西 例如说我今天 坐标在红色正方形的 左上的时候 哦 大家可以看到 哦 offset的 x 跟y offset的x 跟y 是最接近零零的 哦 意思是 意思是 offset x y 这个数值 他代表 他代表 的是 我们这个 红色区块 这个content 红色区块 这个content 哦 包含 payting之后 哦 我以为下payting 哦 以防大家不知道 我以下payting 红色这个区块 他的 坐标的 起始位置 00 在他的 左上方 哦 在红色区块 左上方 哦 但是 如果是以 block 这个 呃 呃 这整个区块 来说 这是这个 这整个block 区块 来说的话 哦 这整个block 区块 来说的话 最接近他 左上方的 呃 最接近他的 00的位置 是 在这边 这个区 这个位置 我现在 滑鼠游标 点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哦 但是你会看到 数值对不上 那是因为 margin本身 他 嗯 在 侦测 的时候 他并不在 这个区块里面 但是 以坐标 来说的话 他是从 这个margin的 左上角 开始起算的 哦 所以你看 我们到了 蓝色 最左上角 的时候 他的x 的20 就是margin 他的x20 嗯 他的x20 是因为 加上了 marginleft 往左边这个margin 之后 才有的 所以由此 我们可以知道说 哦 原来 xy 或者是clientx clienty 这两个 指标 数值 哦 他是从 你的 区块的margin 开始 起算 哦 我在刚开始 一定会有点 头晕了 哦 所以我才特地 做了这个sample 让大家事后 可以自己玩玩看 自己好好的去 研究一下 哎 到底 这个坐标轴 这么多xy 哪一个 是我要的 哪一个 我在做动画 或者是特效 或者是互动 效果的时候 你拿到的数值 才会是正确的 因为有的时候 你会有payting 有的时候 你有margin 有的时候 你有border 我故意把这些状况 都把它做出来 就是要让你知道说 哦 在 这个网页的 这个系统底下 哦 他是这样子算的 OK 然后你会看到 比较特别的是 你会看到一个 比较特别的是 就是这个 Screen X 跟Screen Y 就跟大家 完全 完完全全不一样 他就跟大家是相反 不然你有没有发现 X啊 这是比较特别的情况 呃 的 这两个指标 就比较特别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你才会需要用到他 可以 这两个 OK 这样 比较特别一点 他指的是 假设我们今天这样子 我把 真色改到整个 body上 你会发现 他数字有稍微 小一点点 哦 他其实就是 这整个 Screen的 这整个 Screen的 呃 一个 有点像是绝对 坐标的意思 哦 我在这里就是 Screen Y的 160 哦 这整个画面 这整个画面 哦 以Browser的 画面来说 以Browser 画面来说 这个 现在这个 指的是 我在整个 这种画面的 哪里 哦 例如可能像在这里 哎呦 例如可能像在这里 大概在这里吧 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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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他 他会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你平常在 用的时候 哦 除非有必要 不然不要拿这个 哦 除非有需要 除非你就是要这样做 不然不要拿 这个的意思 哦 不会因为你 的画面 多长 或者是 呃 不会因为你内容 多长 导致这一个 有变化 因为他就是 他指的就是 你这整个浏览器 他的可是 大小 的 位置 OK 相信现在在观看的同学们应该会傻眼 但是这是正常的 所以才做特别做sample 大家可以自己玩 哦 你可以自己fork回去玩 你当你打开 你在自己做编辑的时候 他就自己fork一份 哦 所以你可以自己 玩玩看 然后去看说 去了解一下 去研究一下 有时候我觉得 呃 写 写code 的时候 其实 有点像你在做研究一样 当你不了解一个东西的时候 哎 你去深入的 玩 他一下 你会发现 蛮多蛮有趣的事情 OK 好 那 我有列一些 呃 参考的 资讯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看一下 这主要都是 在讲说 哦 浏览器他坐标系统 他是怎么样 算的 还有其他的数值 例如像刚刚的ClientXY ClientXE 相对应的 有Client's width 跟Client's 呃 跟 呃 Offset width 像这样子之类 他到底是怎么算的 这在你在做的时候 尤其我们在做动画 效果 在做一些互动 你要算一些 位置 的时候 都还蛮重要的 都还蛮重要的 大家都可以 好好阅读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讲太多 OK 这部分大家自己看咯 好 我就不问大家 有没有问题咯 因为大家有问题的话 就可以在slido上留言 我后面再一次回答 或者是说 嗯 对 我再一次回答 好 我们继续下去 因为后面还有实作 好 再会比较难一点点 你可能需要一点想象力 哦 但我会帮大家 我也做了sample 来帮大家 好 今天要 再来就是要讲的是3D 因为你有时候 在做一些通过动画效果的时候 像刚刚的翻卡牌的 这种效果啊 或者是像刚刚 呃 像这种立体轮波的效果之类的 都会需要 都会需要了解 3D的 做法 哦 3D的 怎么样在 呃 网页上呈现一个3D的效果 OK 一样我做一个翻例 很简单的一个小翻例而已 哦 主要是让你知道一下 呃 你当你 呃 让我们可以在这个 这个 嗯 透过玩的过程中 更理解它 我个人是蛮喜欢这样子的学习方式 OK 那刚刚提到的是 呃 网页坐标轴是这样 这个是X 这个是Y OK 没有问题 这个是Y 那Z呢 Z就是 垂直这点的这一条 哦 我画不出来 你可以想象你一拳打爆这一个点 瞄准它用力打下去 诶 那你手臂就是那条Z轴 OK哦 好 这样很难想象 我们来看一下 哦 这是一个三D 这是一个六面题 哦 它其实是一个正六面题 然后呢 哦 当然它有设 我也有设一些东西 这样你 让我们现在看它就好像 我们在它的正前方看它 然后 然后这边下面有三个 呃 slider 分别对应三轴 你就可以透过玩这个东西 去知道 哦 呃 XYZ 大概在哪里 OK 我再示范一下 呃 我再讲一下 好 所以 这是刚刚的六面题 所以X轴 我把它放到后面去 X轴 就是贯穿 哦 想象一下哦 想象一下哦 大家需要一点想象力 X轴 就是在这里 哦 这是Y轴 没问题吧 哦 Z轴 就是中间这个点 贯穿出来 哦 因为它刚好垂直 你 你的画面 就还是一个点 好 所以呢 今天 当X转弯的 呃 当我们去转X的时候 哦 当我们去转X的时候 有正 跟负 正负两种 哦 数值啦 哦 degree 就是呃 角度 你转几度 有正的角度 跟负的角度 正的角度 是什么意思呢 正的角度 代表的是 顺时针 旋转 顺时针 旋转 正的角度 OK 那负的就是反过来 对 逆时针 旋转 负的就是反过来 逆时针旋转 OK 我们可以玩一下 正的 顺时针旋转 你可以看到前 慢慢的往上转到后面 顺时针哦 X轴是横的这一条 X轴是横的这一条 所以顺时针 慢慢的往后转 顺时针哦 可以想象吗 X轴 是中间贯穿 这个正六面体的中间 正的角度往后转 顺时针 因为从 如果我们从 X轴的侧边 去看他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看到 左跟右这两面的时候 我们站在右边去看的时候 他现在在转的角度 就是往顺时针方向转 那负面 负的角度就是 逆时针转 OK 这样可以理解吗 所以有一个工具可以玩 其实是蛮好玩的 你可以理解他的一些 哦 原来他是这样子 去做事 其实蛮有趣的 我个人觉得蛮有趣的 OK 那 Y的话也是哦 一样 角度 为正的时候 他是 顺时针转 呃 微负的话是 逆时针转 轴线是 从上往下 贯穿这个六面体 OK 所以他顺时针 你会看到前 这一面 往右边转 负的话是 往左边转 哦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正的时候 哦 这时候我在对 Y轴旋转 Y轴是从上到下 贯穿 这一个六面体 往右 是顺时针 往左是逆时针 OK 哦 像那一个 刚刚看到的动画 他其实就是 哦 他就是转一个方向 然后一直转 就点像这样 只是距离再拉大一点 然后呢 他刚刚那个是五面 哦 你要六面 N面都可以 就只是把角度算出来 做出来 哦 其实就有点像这样的原理 哦 我当然 呃 还有一些东西 这后续再讲 但是 在3D的时候 在做3D的效果的时候 你要 必须要先知道这些事情 你要能够分清楚 XYZ是 怎么样去安排 哦 他是怎么样 他是怎么样贯穿 你的物件 哦 你要作动 做的 做效 做的效果的物件 OK 哦 那Z的话 一样贯穿 这一点 Z就是你跟钱这个字 这个画面的正中间 的这一个点 你现在就站在他的侧面 你可以看到他 所以旋转Z就代表 这个钱会这样子旋转 顺时针 哦 为负的话 就是逆时针 OK 所以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观念 一个蛮重要的观念 那当然你可以 做比较复杂一点 你可以 这样 你就可以乱玩 当然乱玩只是说 你可以知道说 哦 你今天要做一些效果的时候 你想要他长怎样 你就可以来玩玩看 你想要他长怎样 哦 今天这一个 轴线 到现在 这样子 转成这样子的时候 哎呀 怎么是这一个 嘿嘿 你就要知道转成 转成这样子的时候 他是他现在的轴线在哪里 哦 sit 哦 这样子的话就是 嘿 x 轴在这里 从这边贯穿进来 这是x 轴 y 轴是从这边 上 这一条 这条是y 轴 哦 对不起 画错了 这条是z 这条是z x 在这里 从 右穿进去到左出去 这条是x 然后从上到下 这边穿进去 这个是y 嘿嘿 ok 比较难 真的会比较难 一开始要稍微 抽 就是你需要发挥一点点的想象力 因为画面上没有嘛 你要发挥一点点的想象力 或者是 需要 做一些事情来帮助你理解 好 ok 所以当今天 就是有时候 你在做比较复杂的动作的时候 当他转来转去的时候 你就知道 哦 他今天 你要在 对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要怎么做 比较 会符合你的 需求 ok 那刚刚有提到 现在 其实3D 它是一个 嗯 一般前端 或者是一般工程师 比较没有办法知道的事情 这是有点 美术吗 有点 跟 就是你可能要知道 焦距 你可能知道 就是 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 哦 这跟 这个有关系 刚刚提到的3D 是怎么样做的 哦 这边有一些小小的参考资料 然后这一个 哦 在 我们做3D的 东西的时候 哦 也是蛮重要的 今天你是怎么样看 你的物件 这是你的眼睛 你是怎么样看你的物件的 这边的距离是多少 以及你从 你的眼睛看你的物体 偏移的位置是多少 你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OK 听起来很抽象 我知道 一样很抽象 哦 所以 我觉得写网页有一个好处 就是 你就是可以做实验 很好玩 你可以做实验 今天 这个东西 就是我 跟眼睛 跟这个东西的距离 是多少 这个数值 那 当我这个数值 越小的时候 我离这个物体 这个东西就越小 所以这部分 大家是可以用调的 如果 有的时候 比较难 你比较不知道 你不知道这东西 要设什么的时候 你可能可以设大一点 或者是说 需要设计师帮你 去定义这些东西 因为有时候设计师会比较 他们有学过这样的东西 那现在的东西 就是你看到 我的距离越近 所以他才会越大 你今天看到这个 是透明的 我们不要让他透明 假设是这样好了 你跟他的距离越近 你看到的这个 方形就会越大 我进去了 你就越大 越远就越小 OK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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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有看到的是一个 这个 我们可以去决定 我们要去怎么样 看这一个物体 例如说现在我跟他 我们现在看这个物体 是平视 如果我们想要 从上面看呢 我们想要从上面看呢 我们就可以 慢慢去调整他的 这个偏移的位置 小一点 我们就可以去调这个 我越 这样代表的是我的视角 越来越往上面 你可以想象一个物体 一颗骰子 或者是一个箱子 在你的面前 它是长这样 然后当你 慢慢站起来的时候 你 箱子放在你桌上 你跟他平视的时候 你是看到 那样子情况 然后当你慢慢的站起来 你越站越高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上面这个面多一点 越上面越多一点 越上面越多一点 当然你也可以往 左边移动一点 往右边移动一点 我看到的右边就多一点 再往右边移动一点 我看到右边就多一点 没错 要在平面产出 这个3D的感觉很难 所以工具很重要 也应该说 一般我们在去做这种 动画效果的时候 其实以平面来说 真的超难想象 真的超难想象 要么是 你要去理解 你知道这个概念 你知道 你跟它之间的距离 然后焦距 你从多远看这个东西 然后你从什么样的位置 去看它 就像这个一样 你从多远去看它 以及你从什么样子的位置 去看它的时候 你需要一点想象力 那想象力是 我觉得想象力很 是每个人不一定都有的东西 所以这时候 你可以做一个工具出来帮你 那这个工具 我有 我现在帮你做了 但是也没有很好啦 但是你可以自己再做一点优化 但是就是说 希望这个工具可以帮助大家说 今天你想要做一些事情 你想要去测 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至少有工具可以帮你测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你可以慢慢的去了解说 今天我想要上面一点 下面一点的话会怎么样 那像现在 我们就是有点像是 箱子明明就是正正方方的摆在桌上 但是我们靠 我们站了起来 然后往右边走了一下 我们就会看到上面跟右边多一点 那今天假设桌子是一个透明的 然后我们蹲下去看这个箱子的时候 就有点像是这样子 我们会看到下面的面多一点 当我们整个人在桌子底下的时候 可能看到的面相就会像这样 有点夸张了 会会会会像这样 那我们在下面 当然这要调一下 那个假设是这样 我在中间 就有点像这样 当然你站得越 你离他越远 你看到的东西就会越不一样 越近会越恶心 哦不是 对 你就可以去玩它 我是觉得蛮好玩的 近一点好了 再近了 好 OK 所以 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玩玩看 还蛮有趣的 其实我觉得做完三 做做 前端在做动画的时候 其实是蛮有 我个人是觉得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我自己也是第一份工作就做这件事情 我当然可以帮你练一些 嗯 比较视觉上 呃 比较帮你帮你锻炼一些视觉上的 你要知道的一些 知识 然后以及会帮助你的HTML跟CS 呃 做得更好 因为你会知道更多的HTML 呃 你会知道更多的CSS属性HTML 要怎么样呃 配合 然后你会做出 你用越少的HTML 呃 你用越少的HTML 做出那个效果 其实是 我是觉得蛮有趣的 对 那 JQuery在这中间扮演的一些角色 就是互动 就是user 使用者跟你的东西 你的效果 你的动画之间的一个桥梁 透过不同的界面 例如说滑鼠啊 例如说键盘啊 等等之类的 所以这是 今天的这个部分 对 有人说就是 有点像在练书没有透视 对啊 它就是这个概念 它就是透视 透透视的概念 所以就是有点像 美术吗 其实我美术很烂 我美术超级烂 我也不是 也是也是 多练习 才知道这些事情 要去研究 对 如果有人天生 有些人天生空间感 或者是说这种感觉就很好 对他来说 可能就会是一个蛮 蛮厉害的优势 OK 当然就是说 这些是一些 基础知识啦 就是 这些你了解之后 会帮助你做到 比较 更 帮助你更好的去做到 你想要的效果 那 当然现在也有很多的 当然我们会说 不要重复造轮子 或者说 当然就是 我们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所以其实 当然会有很多的 Library 都有帮你做好这些事情 那其实这些 我都有帮大家整理成 我有 我有找到一个这个 就是 如果你要做特效的话 有一些Library 可以帮你做一些特效 它里面就做好一些 它就会做更多 更复杂的事情 例如说 可能会建 内建一些 可能3D引擎 或者是什么 物理引擎之类 会帮你算一些 数值 会让它更合理 你要做出来的效果 更漂亮 等等之类的 你就可以不用做那么多事情 你只要跟他说 他怎么样走 怎么样弄 就可以做到 当然在 你学会用之后 你想要把它用得更好 就是要来 练习这些原理 不然 这些原理就会帮助你 做得更好 OK 好 那今天的重头戏 今天重头戏呢 就是想要 来带大家一起 看一下 这东西怎么做 当然我不会完全做完它 因为有一些东西 我也还没有 真的吃透 但是大部分 简单的 我觉得可以带大家 实作 那这个 这个网站 其实蛮特别 这是卡士博 卡士博老师分享的 我觉得蛮有趣的 这个 这个很酷的是 它还有闪卡的功能 这个纹路啊 你看这上面细节 纹路 我真的觉得很可怕 这到底怎么做出来了 很可怕 我个人觉得蛮可怕 但其他东西 就相对来说不难 其他来说相对东西不难 大家 其实有一些先辈知识 都可以做到 像下面这种普通的 就比较简单 然后 你滑鼠子在上面呢 还有那种光照的效果 还有光照的效果 其实是一个蛮酷的东西 那时候我看到 卡士博老师分享 这个赞 这好 我就打算用这个来 分享给大家看 蛮酷的 对吧 OK 所以我们会 跟大家一起做 也不是跟大家一起做 就我做一次给大家看 大家也可以跟着我做 那我只会做几个 简单的事情 就是第一 我会做翻牌 因为他其实是有背面的 其实是有背面 做翻牌 然后会做 我不会做这个 这东西 不是说不会 是因为他 他其实就是 一样3D旋转而已 只是说你 你移到哪个角落 哪个角落 转的往前转 往画面这边转 比较多而已 这需要花时间算 我就不算了 但是这个光晕 这个光晕 我会教大家 怎么做这个光晕 OK 好 剩下一点点时间 剩下30分钟 我们做做看 开了一个JSBIN 我个人蛮爱用的 当然你可以用Cold Pen 都可以 不重要 这只是 个人 习惯吗 就这样而已 然后呢 图呢 你可以直接这样Cold 可可 这是 不要担心这犯法 因为只要你没有 商业使用就可以 我也没有商业使用 我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东西怎么做 然后这图就在这里 这是正面 这是反面 我们Cold C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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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个小火龙好了 扣个小火龙 有个正面 嘿 嘿 嘿 可比 可比 你在哪里 嘿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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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好了 这样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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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一张小火龙的卡片 然后背面在这里 所以有安全性的东西 的问题 有安全性考量的话呢 千万不要把资讯放在前端上 不然就被干走 OK 所以呢 可以说这是一张卡片 卡片里面有两张图 我先这样好了 然后呢 一面是正面 一面是反面 嘿 嘿 我假设这个卡片 嗯 嗯 我先 Reset一下 这个 我不喜欢 有奇怪的东西 Margin 然后呢 假设这样就好了 因为我放大 嘿 咦 这是几层几的 我看一下这张图的大象 这是几层几的 26365 368 好 我就先这样好了 263368 263368 利对 嘿 63 然后 368 然后368 然后呢 然后呢 我想要他们都 符合容器大小 OK 所以我两张图 OK 我想一下怎样 比较不挡路 好 这样 所以我两张图 但是现在还没叠在一起 对吧 现在还没叠在一起 然后呢 嗯 假设一般平面要叠在一起的话 可能就像这样 哦 符容器 是relative 然后呢 嗯 子容器 设 额不舍路 基本上你说这样就会叠在一起 对吧 只是这只单纯的叠而已 嗯 好 然后呢 我们需要 稍微旋转一下 旋转什么呢 因为 这一面是 现在看到的这一面 有序 现在看到的这一面 它是卡贝 对吧 卡贝 卡贝要 嗯 在小火龙背面 所以它其实得转到后面去 它其实得转到后面去 哦 这样子 小火龙 的背面卡面才会是那一个 所以 放 要 转到背面去 怎么转 转到背面去 以刚刚这件事情来说 前面想要转到后面 就是转 Y转 转180度 它就转到后面了 对吧 好 嗯 所以呢 我们来转一下 假设今天我们看这个卡牌 我们是这样看的 Perspective 没拼错的话 好 假设先这样 然后呢 嗯 Hard的 对不起 我想要 然后 Rotate 转 Y轴 180度 OK 我们看一下它有没有转 好 它其实转过去了 没转的话 对吧 转了的话 看出来吗 它颠倒了 转了的话 好 所以我们转了 把这图贴上来 好 好 那 怎么样让它 翻过去呢 我上面那个有点爱事 我把它放中间一点 嗯 这样够吗 下来一点 好 现在卡被转过去了 但现在我们要整张卡转过去 整张卡转过去 我稍稍移动一下 这一个 我卡也要转 转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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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转过去 转过去 偷看一下小超 这样好了 一批手 然后 背面 这个用意是要拉出厚度来 就像刚刚正六面体一样有一个厚度 有一个厚度 就是这个的厚度 这个厚度 前跟后中间相隔100px 就中间的这个面积是200的意思 200 OK是这个意思 忘记做这件事情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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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过来了 对吧 翻过来了 没翻 翻过来 OK 可以理解吗 所以假设今天呢 我们想要他翻面 做个比较简单的效果好了 我们希望滑鼠滑上去的时候 他就翻过来 来点特效 Transfer 一秒 所以Card在Hover的时候 诶 是不是有变多啊 嗯 下次过了 为什么他翻得那么难看呢 因为要翻按在因为这个就是侦测区块的问题了 大家不用甘心 但是呢 这样就有翻了 假设你不想要这样翻 你想要这样翻 你想要从另外一边翻 也可以 你想要从右边翻 也可以 看你要怎么翻 所以很简单的翻面 OK吗 出卖一下卡斯伯 没有 我是很尊敬卡斯伯 对 我是觉得他分享真的是太棒了 刚好 就急 不是 好 好 好 那么 那么 好 假设翻牌我们已经做完了 因为时间有限 假设翻牌做完了 后面还要回答大家的问题 那刚刚的光晕呢 刚刚的光晕很酷耶 这个 就这光晕怎么做 其实光晕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一道光 这讲什么废话 就是一道光 一道光打在卡面上 一道光打在卡面上 那这光怎么做呢 嗯 我需要用点点 小技巧 这个光打在卡面上 卡面是back 对不对 卡面 这是卡贝 卡贝是front 卡贝是back 虽然语义有点不太好 但是OK啦 大家体谅一下 好 所以假设呢 我用一个小技巧做 我想一下 我用那个小技巧做 我还是用那个小技巧做 好 假设这样好了 用一个比较好控制的 神说要有光就有光 所以写call的时候 你就是这个神 没有啦 假设先这样 好吧 神说要有光 嘿嘿 假设它是一道光 我没有去看 我没有去看人家怎么做的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跟我做的一样 OK 但这就是好玩的地方 就是 当然它做的一定比我好啦 只是说 有的时候你想要玩一些东西 你可以自己做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想想看 如果是你 你要怎么做 这是蛮好玩的地方 好 那光要怎么做呢 光其实就是 一道 好 圆圆的光 它一道光 有点像手电筒 你可以想像手电筒吗 手电筒呢 它 雷射光 雷射大家应该都知道 雷射是一个很集中的一个光 所以它不会晕开 所以它就是一个点在上面 OK 好 所以假设呢 嗯嗯 Display 假设它是一个VAC 好 假设它是一个 嗯嗯 10p 手好了 它是一道光 所以它的背光 Color 嗯 我先随便用一个颜色 嗯嗯嗯 BAC 是POSITION 不是OK 哇 它的POSITION 也是 不是 是 路 它的光 假设我先选一个 随便 先选这样 所以翻过来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一个圆圆的 然后在上面 等一下 把它弄到中间来 嗯 嗯嗯 让大家看清楚一点 哦 黑色丑一点 然后呢 哦 这样就圆了 哎好 圆了 中间 我先随便弄 等一下会用那个 条 用扣条 所以不是很重要 OK 这个点 就是那道光 哦 大家没有那么丑的光啦 哦 所以我需要调整一下 怎么调呢 我需要你 我需要 帮我调整一下 你先帮我翻过来 然后呢 我要找这个光 我要调色 哦 顺便教大家怎么用 调色盘 假设光大概像这样 柔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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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嗯嗯嗯嗯 不要那么黄 橘一点 黄光这样 我发现10匹手好像太小了 20匹手好吧 好20匹手 20匹手 他的光还没那么小 嗯 好像可以再大一点 50匹手 好好像可以 颜色是 颜色是 嗯 哦 大家可以自己调自己 喜欢颜色啊 就让他有点 透明 透明的 然后像光的颜色 哦 你你也可能 也可以白一点啦 也可以白一点 黄一点 黄一点 看你今天光要什么 透明的 哦 透明的 很多问题吗 我不会花太久时间 哦 然后呢 RGBA Copy一下 就像这样吧 哦 当然没那么丑吧 这光没那么丑吧 对不对 所以呢 呃 怎么样让他像光呢 哦 再用到另外一个 CSS属性 哦 好像有点满少用的 叫不乐 就是他会把它暈开 它暈开 有点像这样的效果 暈开 暈开 有没有 像暈开 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们要让他像暈开一样的感觉 因为光是蛮柔和的 哦 会不会太大 哦 小一点点的话 有点像这样 有没有 有点像这样 好 我们大一点点 100好了 发现 100 哦 就有点光的感觉 我再调小一点点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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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光晕的感觉 黄一点 黄一点呢 黄一点 会光晕 好 等一下要移动 等一下要移动 好 假设先这样好了 好 好 接下来就是 可能要写点扣了 因为我要去侦测 它的位置 我要去让 它这个光 滑鼠滑到哪里 这个光的中心点 就在哪里 OK 写扣跟刚刚很像 我的眼睛里 只有钱 别这么说 哦 我先把它转过来 不然这样 有点烦 我先把它转过来 你在哪里 我先把它干掉 嗯嗯 先把它干掉 会 先把它转过来 会 我先把它转过来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 大家还是这样背口觉得吗 好像只有我这样 对不对 就是我要去找 这个是 back 然后呢 然后呢 我要去侦测 嗯 mouse over 滑鼠上面的时间 然后呢 我需要知道 它现在滑鼠到了哪里 OK 我们试试看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今天 我这个滑鼠 Mouse over 他的 位置 在哪里 然后我就去改 他的位置 改他的位置 他是谁 他是一道光 假设先这样写 他是一道光 他的 嗯 他的 额 额 style the top 哦 会等于什么 对吧 然后呢 left 会等于什么 等于滑鼠滑到哪里 滑鼠滑到哪里 这里是pixel 滑到哪里呢 event 嗯 offset exe 加上pixel 假设像这样 这是Y哦 top是Y哦 好 所以他现在应该要可以 哒哒哒哒哒哒 跟你移动 他没有跟你移动啊 就表示你写错了 对吧 他没有跟你移动就表示你写错了 哪里写错呢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嗯 看一下你的 元素 元素 有没有抓错 有没有抓错 span line 哦 OK 哦 假设像这样 黑洞 所以他就会跟我走 只是走的很丑 嘿 嘿 走的很丑 而且呢 走的很丑 而且呢 而且呢 等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没有用错 Obset Y Event Obset X 哦 这边是 哦 MouseOver MouseEnter MouseOver 我是不是打错 MouseOver Obset 对吧 那你太慢了吧 可以 可以 就是出去再进来 所以是 啊 MouseMove 啦 好笨 所以这个点 没错吧 好 所以他现在会跟我移动 但移动的还没有很好 很丑 为什么 因为我在他左上角 我希望他在中间 我希望他在中间 就是 对 我要让他相光一点 更相光一点 所以我这边要再加上 他的半径 半径 我好像是100 对不对 我记得是100 越远了 所以要扣一次 喂喂 好了 哈哈哈哈 放我笑吧 就对哦 那一个 光有点丑 好丑 啊不对 应该调这个 再圆滑一点 再模糊一点 再模糊一点 然后呢 这样好了 有点久没用了 是这样吗 哦 哦 炒 这样一下 什么 不见了 fazendo PuptingN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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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理解我意思 不然时间超过太多了 这个bug就留给大家解啦 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理解我意思 应该可以 虽然不知道他什么求掉 但是呢 对anyway 你这样子就可以做出 刚刚的那个效果了 再柔和一点会更好 再柔和一点 越柔和越像光 好的 我们进入到Q&A的阶段啦 翻牌光阴 哦谢谢 好大家可以自己玩 蛮好玩的 不觉得吗 这样好玩 虽然他秋迪不好玩 但是对 实际上应该要可以这样做到这样的效果 他都可以 随着他移动 去做照亮他的动作 照亮他的动作 时间关系我们先来 SIDO 好的 做特效是不是要数学都很好 呃不用 可是你可能要有一个好的设计师帮你 对要不然的话嗯 你的确可能要看哪看你想要做什么样的特效 或者是呢可以善用 刚刚分享给大家的这些 呃特效的韩式库 Iberine 他会帮你做 哦他会帮你做 你就不用做的 呃你就不用做那些 真的需要很多数学的事情 对 OK 呃怎么样去维持手机FPS 但是这个不是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跳过 我先跳过 我这我没办法回答 sorry 呃动画自己 手科跟找套件一般是选择哪一个 看复杂程度 看 要做的多好 如果很简单的 当然也可以自己科 呃也可以找套件 看你觉得哪样快 呃有的时候手科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的掌握度比较高 有bug或者是有要调整什么东西比较好调 那找套件的话就会比较受限于套件 就没有办法发挥 嗯没有办法做到 没有办法100%做到设计师的要求 哦当然如果设计师愿意配合你很好 但是呢如果设计师有设计师他的坚持 但是呢这个东西又不会真的很难 你可以自己科的话 那就是一颗 不然你可能就要找套件 然后再改 就会比较辛苦 OK XY等于ClientX等于ClientY 嗯 刚看起来其实很像哦 对就是这样 酷酷网页平台吗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请问用JQuery JS大概会需要什么程度呢 我一开始学JQuery的时候我完全不会JS 完全不会 我连Console Log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不唬烂你 真的 面试的时候 我看到JS考题上面写Console Log 我还问面试官说 呃 Console Log是什么意思 不唬烂 所以我用JQuery的时候我真的不会JS 我真的不会JS 但是你要需要你要有其实会好一点啦 你这样Debug比较容易 OK所以老师讲你 要会用JQuery 你其实可以 为什么新手在学的时候很 就是一般我们都会先叫JQuery 就是 他是一个蛮 对新手来说很简单 很好 很直觉的一个一个Library 他可以用很直觉的方式去做到 呃 DOM的操作 所以就不 对于不是这个非本科系的人来说 对刚转子进去的人来说 他就 对他们来说是 呃 很好学习的 至少我当初是这样觉得的 我会觉得 哦原来这样子这么简单 哦他就可以做一些动作了 因为他其实有帮你包装一些函式嘛 那他可以很简单的做到一些 动作 一些你可能JS你要写很多行 才能做到的事情 他都帮你做好了 所以其实 嗯 为什么大家一开始在学的时候 可能会先写JQuery 我觉得某一部分原因是这样 所以他不一定要JS到 你真的要很强才能学 没有 但是JS很强 对于你用JQuery有没有帮助 有 哦所以我只能这样跟你讲 OK 会有专门做特效的前端工程师吗 当然有啊 专门做特效的前端工程师 一定有 所以如果你的兴趣 你的 呃方向是 你想要做这一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很棒 哦像 哇我们的干爸之一 那个 那个 板块 我觉得就是 在这块蛮厉害的一个 呃一间公司 对 那 其他的也有 一定也要 一定还有其他公司专门做这个东西的 因为 很多 呃 产品啊 或者是 公司 他本身 会需要门面 那像这种门面 产品的介绍页面 等等之类的 像Apple 你看Apple他的 呃 他们的网页就做得很Fashion 就是 就是 专门在做这件事情的人 去做的 哦像我自己本身的话 就不是 我一开始的第一份工作是 但是我也没有做得很复杂 也没有做得很 真的厉害到哪里去 哦但是我后来我就不走这个部分了 然后 所以如果你想要 专门走这部分的话 当然是有的 所以你可以 往这个方向 前进 哦我更 没有觉得 不OK 我觉得行行出状元 什么样子的工作 只要你做到Top 其实都很有 是很 很有成就的一件事情 也会带来 为你带来可观的收入啦 对 OK 像短时间之内 我刚刚就 没有办法完全的复制出来 在短时间内 好像可能像这样的东西 就是专门在做的 呃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在一样时间 就可以做的比有多东西 这都是专门做一件事情的人 会比不是专门做一件事情的人 厉害的地方 OK 可以做到360度以上吗 没有360度以上就是在转 卡片翻转两圈吗 我记得好像 好像 好像 好像不行 我们可以试一下 为他试一下 我记得好像不行 我记得好像不行 假设这个是 假设-720度好了 哈哈 诶可以耶 这样 有吧 这样我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应该有吧 有可以 存起来给大家 大家可以接着我的东西继续玩 接着我的东西继续玩 我们 在哪里 好 那个 回答完了 好